歡迎您好 聯合報提問 我想先提問兩個跟選舉有關的問題 一個是國民黨的候選人侯友宜 他27日在向工商 台灣的工商業界宣示 只要他當選 立即在對等尊嚴友善的前提下 與大陸全面重啟對話與交流 重建兩岸互信 還有立即開放陸客 那柯文哲也有表態 他是說認為兩岸開放要按部就班 兩岸監督條例要先處理 按照SOP 那想請問國台辦對此有何評論 我先回答您的第一個問題 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 我們願意同包括中國國民黨帶內的 台灣有關政黨 團體和各界人士一道 鞏固增進互信 加強交流合作 共同推動兩岸關係 重回和平發展 正確軌道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造福兩岸同胞 洪友宇說當選之後會開放陸生跟陸客 那賴清德這邊就批評說還沒當選就討好中國主席怎麼看 有認同這個政策嗎 正這樣啦 以大陸的重新開放還是要有規劃 也不是說一下子就全部開放 所以本來一切按部就班 就好像 我覺得郭友宇說他一個法要直接處理 我倒覺得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先處理 按部就班 按照SOP做事 這是我的主張 請教一下福茂的問題 因為現在網傳說你說要重啟福茂談判會傷害台灣的經濟 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反正這個是這樣 這個又是典型的網軍作戰 其實這樣啦 第一點 很務實的講啦 應該是禍茂比福茂要優先 還有一點 兩岸監督條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從太陽化學院以後說要設到現在 應該你要先建立兩岸監督條例 因為大陸不管要簽約要有一個機制 民進黨執政期七年了 該通過法律也沒有通過 明白的講 只有民進黨不想通過的法律 有民進黨不能通過的法律 特別他是在國會一黨獨大 所以這題標準答案是這樣 兩岸之間一定要來往 但來往一定要有法律規範 所以躺在立法院兩岸監督條例 請民進黨趕快通過吧 那那個綠營的立委就批評說 你從自己服貌是要討好藍營的選民 你認為有這樣的意味嗎? 我不是講了嗎? 兩岸一定要來往 來往一定要有規範 這要怎麼規範? 兩岸監督條例躺在立法院躺多久了 所以民進黨話跟他一樣 每天在講一下一大堆事情 自己該做的事情從來不做 你說過那個藍白 就是侯康如果選上的話可以聯合內閣 但有沒有想過哪些部會是可以給民進黨 如果選上的話 我覺得現在談這個都言之過早了 到時候還要協商 只是說這是一個誠意 表示說好的人 政府都會來拜託他來用他 也不一定光民眾黨 社會上很多無黨的人 社會賢達也可以用 就是說看他的長才吧 只是一個誠意的表示 至於哪些不會 我覺得那個還早 到時候再說吧 到時候總會會經過一個 總統也會有他的考慮 到時候還有行政院長 他們都會一起來考慮的 問問早上在廣播有特別提到 要推動這個選舉 內閣修憲的公投的這個部分 是什麼時候會開始推動 有沒有跟侯友宜討論過 侯友宜也贊成內閣字啊 我們都贊成內閣字嘛 既然贊成內閣字 侯友宜也講啊 內閣字不是那麼簡單啊 要經過修憲嘛 那我就想說好吧 要經過修憲 那這次立委總要有四分之三 贊成修憲才能夠通過嘛 四分三三分之二嘛 那所以這次的選舉 就應該把它定位成一個 推動內閣字的一個總統 的立委選舉 贊成內閣字的立委 在選舉的時候可以宣傳 所以你們選我 將來到立法院會 推動一個重大的政治改革 讓我們的國家將來更穩定 政治更安定 而不像亂七八糟 那看選民沒有支持 那如果他當選以後 那他就來履行他選舉的承諾 我覺得這蠻好 這選舉才比較有意義嘛 否則每天在那邊喊 動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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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善要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啊 所以這會變成選舉主軸嗎 我希望 我希望變成選舉主軸 我希望 好 謝謝齁 謝謝謝謝謝謝 請問一下昨天 那個趙少哥 他好像有說 會來當選 中黨也可以推薦 合演 那我們是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 持續政治用 在於團結 對我覺得這個部分 裡面雖然 藍白和破局啊 那 但是在這個部分 我相信 國民黨是希望能夠下架民進黨 把最好的人才 在未來的四年跟八年裡面 為台灣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部分 只要侯友宜照康可以勝選 我相信 這些在野的人才 我們也會一併來重視 然後來重用 如果跟白銀要合作 有哪些模式 我聽已經提到了 包括聯合政府 然後呢 打民進黨 要往哪裡衝下去呢 那個字啊 柯文哲不是就要推內閣字嗎 嗯 我早就推內閣字了 嗯 其實四年以前 我幫郭台銘選的時候 他也提出內閣字 也是我跟他的建議啊 因為總統制 全世界只有美國成功嘛 其他什麼非洲啊 拉丁美洲一塌糊塗 對不對 那台灣也是為了一個總統 你看連陳水扁 都兩顆字會出現 因為當了總統 贏者全拿 什麼都是他 對不對 6000位置可以分 而且蔡英文在去年12月底前 375 735天 745天 不接受記者訪問 全天下 美國總統也沒這麼偉大啊 對不對 古瘦皇帝也不敢這樣啊 那所以 那美國是全世界 唯一成功的總統制國家 但是你看前一陣子 川普啊 什麼搞一塌糊塗 嗯 所以我是覺得說 歐洲啊 日本啊 新加坡啊 這種內閣字還是比較穩定啊 所以我完全贊成 柯文哲的內閣字 至少全責相符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推動嘛 對不對 這才是最重要的嘛 大家來推動憲改 然後推動這個 內閣字啊 我也跟侯友宜談過 他也很同意啊 大家來推動啊 把國家的這個政治體制改變 這是很大的貢獻 個人恩怨那個小資小節 你講一句什麼 我講一講 那個真的是無聊 過了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 年輕朋友如果支持柯文哲的內閣字 支持我們嘛 聯合政府在台灣從來沒有實驗過 但是我還是主張 我們要嘗試開始去做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這種 這個可以 第一有幾個好處 減少這種吵架 因為如果贏者全拿毫無自衡 所以那個選戰過程就變得非常的惡力 為什麼你知道 只要贏了他全部都是他了 如果這種聯合政府的時候 大家以後還要見面啊 誰跟誰合作都還不曉得 就會比較compromise 所以這種政治上的鬥陣會比較少 還有一點啦 因為這個好歹在政府裡面還有一部分的人你知道 政策比較容易連續 不會說一朝君子一朝臣你知道 然後人亡正席 再換了政府所有的計畫全部都被毀掉 所以我們要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所以第一點喔 我如果當中華民國的總統你知道 其實我的目標是 我要產… 我們… 將來產生中華民國地位總理 透過我們的努力你知道 當然就不會一步到尾 所以我們要開始往… 我們要叫做內閣制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一步一步往那個移過去